作词 李宗盛 还依然听到 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 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 变成了心事 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 我依赖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应该都很好 记忆它如湿如花的线条 全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 我害怕知道 又很想知道 你现在好不好 多厉害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都很好 爱这个你 应该都知道 你从未缺席过 那些美好 原来你才是我一直 珍惜的每一秒 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 你们的数据库真的被黑客入侵了 是啊 最头疼的是 我们还没有证明是非得做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这种事情还不能轻易对外说 我们只能做公关的准备了 如果数据被爆出来的话 对你们影响应该很大吧 那当然了 会有大部分用户 对我们丧失信心的 就算你们是受害方也不行吗 只要被入侵不就证明 我们的防卫措施 确实没有做好吗 维亚军他们一定还有后招的 你们要小心啊 华阳这个人我接触过 他今天说话能这么有底气 难道真的手里有什么证据 他能找到什么呀 就算发现了网络地址 我们找个替走羊不就完了 华阳这小子差点坏了老子好事 找得算账了 就按照吴总的意思去做 先别来真的 放点烟雾蛋 把关注度炒到最高 这个时候 出行科技的用户 一定会非常惶恐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证据放出去 网友特别喜欢这种参与感 韩总 你确定要这么干吗 后果会很严重 我怎么做 还不需要你来教我 按我说的办 小道消息 非议科技企图对初心展开不正当竞争 诽谤出行 你们就等着看吧 非议科技前两代产品实为抄袭 抄袭 抄袭对象就是 初心 凌晨三点 论坛里一个帖子称非议会对初心进行不正当竞争 并且指出非议前两次是对我们进行抄袭 没有太大反省 早上八点某办公软件截图流传出来 称初心用户信息泄漏 正在内部做警惕处理 论坛上的帖子又被重新顶了起来 有人认为帖子能够证明初心是受害者 但是有明显的水军痕迹 再把舆论引导向初心到底有没有用户信息泄漏 现在 这两种言论的支持率差不多了 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围观状态 不用想 水军肯定有吴亚军请的 那帖子 不会是华阳发的吧 这个不好说 说不定那些截图就是他发的 这和吴亚军来个一唱一喝的 把热情瞅高了 反手再来个污蔑 这种事他干起来挺得心的手 我觉得舆论现在暂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 很大一部分人相信我们是被竞争对手 买水军黑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发一个声明 就说这个事子虚无有 吴亚军要有什么后招呢 我觉得不用那么早给我出来 要不我先查一查 那两个帖子的网站地址 看看是不是同一伙人 反正我觉得 这发帖子的人肯定是没安好心 你们想啊 这知道飞翼抄袭 以及这次黑客事件的人 总共就那么行 我们大家谁都没法 那剩下的又都是敌人 那敌人能按什么好心 先查一下网站吧 行好的 思义 处理一下 谁 你知道跟我说华阳的事吧 是 他昨天跟你说什么了 华阳掌握了一些他们黑我们的视频证捉 你相信他 他倒是没必要说谎 只不过 我觉得这些视频让外界知道 对他们也不太好 别这么想 我也觉得 这个视频只能证明我们遭到了黑客入侵 也证明不了对方是吴亚军 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做法律程序 公司运营还得停下来配合警方调查 如果我们先跳出来承认了 万一对方有其他目的呢 这样吧 我去找欧阳军给他谈谈 吴总 现在漫天都在讨论我们前两款产品抄袭 以及和初心不正当竞争的事情 经过技术部门查证 对方地址是一个群租房 我什么敢查的 除了初心科技那帮人 谁会没事干吃饱了 成了 成了旧账 吴总 这件事情对我们不太有利 我们是不是要暂停运作这种事情 暂停什么呀 现在不反击就等于被坐实 但是 你去找实名的博主 发以前华阳 在心意科技的采访视频 然后再雇一波新的水晶 转发这段视频 就写 就写 就写那帖子实际上是坚守自盗 是初心科技 再向其他机构出售用户信息 获取利益 而且一定要在上面配些图 吴总 真的要这么做吗 当然 如果李洛书告我们诽谤 或者华阳替他们作证 那这件事情 我们反而说不清楚 他不会的 李洛书现在 根本就不想再牵扯到 任何的负面消息或者官司里 他就想担心地结束 我以为他根本就耗不起 电话来了 你好 李总 今天是怎么了 今天是怎么了 原来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 我说初心科技的李总 怎么有空请我喝咖啡呢 黑客是你找的吧 李总 你现在可是老板啊 说话办事你得负责人 你说我找黑客 有证据吗 没证据你可就是污蔑 我可以搞你诽谤 我就是希望你可以明白 咱们做的是同类产品 这个行业才刚刚起步 如果初心倒了 你真觉得 不会影响到非议吗 吓我 我好怕呀 你小子行啊 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是吧 我乌亚军在这个行业 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什么人没见过呀 如果你输了 很可能这辈子都跑不起来 所以你现在最该关心的是 怎么解决那堆烂摊呢 免得到最后 连底库都不上 我就是想告诉你 现在这个阶段 真的没必要搞到两百俱伤 两百俱伤 谁跟谁啊 你跟我吗 你要搞清楚啊 现在出问题的只有你 跟我没一点关系 你花了那么多钱去做宣传 就真的确定 短时间内生产的产品 不会出任何问题 我说你个小破孩儿 你居然敢威胁我 吴总 那视频和铁在发吗 发发当然要发 不发他以为我怕他 你去 去给我找 有生物样吻护资源的机构 联系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有用我没用我 联系他干吗 你愣着干什么呢 去啊 你说说你跟司翊说什么了 洛书 司翊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们道歉的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所以我这次来 我是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帮 华阳 你以前就可以出卖我们了 现在凭什么 让我们相信你啊 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你竟然会是那样的人 但你所做的一切 但是 真的他让我们失望 是你害了出去 害了我们差点四分里面 华阳 我们不是不想相信你 是真的不敢了 真的 对不起 我知道 再多的抱歉 都没办法挽救 我之前给你们带来的伤害 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 再相信我一次 我想弥补一些我做错的事情 我想弥补一些我做错的事情 我看你这是走投无路 才想起我们了 你想怎么弥补 等会儿 你这就打算相信他了 对不对 我不是 forbind dispos 罗友 初零 嗇叶 不是 他跑过来卖了一通惨 你们就可以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都忘了 别忘了他可是个怎么样的 反反复复的人 当初在新翼的时候 他不高兴了 就把新翼的创意卖给了飞翼 那后来在飞翼呢 他又不高兴了 就往飞翼的软件里面 打有漏漏的代码 万一有一天他在出新 又不高兴了 怎么办 以前的事你能不能不说了 就往飞翼的软件里面 好 你们都是好人 就我一个坏人 我把话放这儿 如果我以天真出什么事了 别管我没提醒过你 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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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大乐了 怎么还生小孩子气啊 我才没生小孩子气呢 你们都理性 只有我一个人 不想到的一个精神器 也是 你们都认识多长时间了 我一个中复加入 比不了 当然比不了了 他能跟你比吗 他在我这儿 能跟你比吗 别说一些好听的 在我这儿没商量 那他这次要真的是想帮咱们 现在我们在明 吴亚军在暗 那多一个人帮我们说话 我们还多一分胜算呢 不是怕你们再中圈套吗 我们可以不接受呀 你必要把局面弄这么难看 反正你就是吃定我的 带我这儿你怎么说都有逗 我们现在不能意气用事 那万一华阳这次是真心想帮咱们 我们合不给他个机会试试吧 你不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啊 答应了答应了 好了好了 你说那么试试什么还不行吗 嗯 我出去透口气 欢迎 你怎么想的 吴亚军不是找了黑客攻击初心吗 他可以这么做 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对付吴亚军这种人 这种方法最管用 拿着跟他一样的筹码 以牙还牙 华阳 就算我们失败再多次 我们也不能成为像吴亚军那样的 我希望你也如此 当初我的确是卖了心意 可至少我可以帮你们澄清啊 反正不能让这个吴亚军颠倒黑白 那你怎么办 一旦你说了 就不会有公司再能要你 现在这个情况 我也不可能让你回到初心 华阳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看大家也都原谅了你 我们都希望 你以后一切顺利吧 不要再因为利益 重过了都了 这是现在的状况 不然就跟我讨论的动作 昨天相比 都能做事情了 韩总 要我说啊 就把那证据都放了 不要这么磨磨叽叽的 看初心怎么办就完了呗 你自信把底盘都亮光了 你自信把底盘都亮光了 后面拿什么跟别人打呀 那我就全程放了烟火蛋 这当过家家呢 早知道这样 我还 我还非力不得好 找什么黑客啊 我都说了别急啊 先放几张模糊的照片 调一下网友的胃口 趁这个机会啊 没合作的全部争取过来 他们现在这部分站的地方啊 比那个广场啊 商场啊 转化率都高多了 你那个才叫非力不讨好 喂 喂 为什么呀 那 那您能不能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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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淑 我这边又多了两百个推蛋 我这 还挺 这孙子下手是真够快的 我们如果再找不到新的合作方 我们的负债就 怎么了 一直在贪气 楚心跟非议科技那边 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我听秦云说过一些 是不是好像很严重啊 那能不能报警啊 报警的话 初心可能也就完了 所以他们还没有想明白 到底要不要冒这个险 如果把非议逼急了 他们可能会让初心翻不了身 这样的话 初心每个人都会围上债务的 洛书最近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 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 怎么会是因为你呢 盗取信息的是吴雅俊和韩子墨 当初决定签这份合同的也是初心 这些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呀 其实 韩子墨发布消息之前 他来找过我 他说如果我跟洛书分手的话 他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是我没答应他 你当然不能答应他 他这种人能言而有信吗 韩子墨明明想报复的是我 却把洛书害成这样子 我心里又明明很清楚 却什么都不能跟洛书讲 跟他讲了只会让他添堵 我就不明白了 明明你俩的事情上 你才是受害者 他韩子墨凭什么觉得 委屈啊 他有什么立场去恨你去报复你 喂 好 怎么了 洛书那边出了点事情 我先过去处理一下 你快去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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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那不是一样吗 传认过 突然不断了 这一段时间 你什么时候 他在乎鞋 你也在乎鞋 就这么着急见我呀 你把盗取出新用户的 搞清楚 现在是你在求我 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你以为黑客盗取数据 会不留下任何痕迹吗 想要查出网络地址并不难 你以为你可以用这个 威胁我们多久 好啊 那我就让传言变成现实 顺便呢 我再让这些数据 以初心的名义全网发出 你想 结果会怎样 初心如果出事的话 飞翼应该也不会独善其身吧 没关系 飞翼倒不倒 这个行业玩不玩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初心数了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你呢 你想过你自己吗 你把事情搞这么大 就不怕搞得像你爸一样吗 不准提我爸 你没有资格提他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每天活着都是煎熬 不过现在临死之前 能把李洛书拉上 还是挺划算的 你是疯了吗 我是疯了 那也是因为你疯的 初遥 离开李洛书 不可能 你别做梦了 好啊 那有一个消息 我必须让你知道 初心搜集用户信息 甚至包括指纹等具有微信的数据 进行灰色交易 这个消息够劲爆啊 不到一个小时 全网一定会全知道的 不管是真是假 足够让这个市场 对初心科技失去信心的 那个时候 李洛书背负这几千万的债务 它会怎么样啊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但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要跟她说清楚 初遥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我可以 你别误会 我们两年多没见了 就像朋友的一样 你放开我 我可以 你我ego着不得不到 你怎么回事 要不要走 我不是很多人 你不要走 你怎么回事 你帮你走 我去我走 初遥 想什么呢 我叫你你也不答应 没 我想工作上的事呢 工作怎么大 那个 我这几天领导给我安排了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可能要加班 也可能晚上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所以你就别等我了 那你得注意照顾自己身体啊 你要是累了呀 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睡一觉 听到没有 别傻乎干啊 我先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啊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先见你 我先走了 洛书 我们这段时间 暂时先不要联系了 是不是韩子墨说着了 你听我说 韩子墨他恨的是我 跟你和初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 想让他暂时放弃攻击初心的话 我们只能这样做 我不同意 我已经决定了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我 好好答应 você 你觉得 você 你就 racetch了 帮你 你 你 不愉快 我 没有 对 你 你们 还有 吗 resist 初晨这么早回来了 我最近怎么老觉得你姐心不在焉的呀 她公司没什么事吧 应该没什么事吧 放心吧 她要有什么事你记得告诉妈啊 我怎么觉得初晨也不对劲呀 我跟洛书已经分手了 书记你可以删了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删数据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初晨 我出国这么久 我回来之后都没有好好聊过天 你先坐 你们聊一聊 别坐门口 坐 坐 酒杯了 我去倒点酒 坐 坐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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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 走 � 爸跟社会还没有完全脱节 他说你的事我能不关注吗 初遥这几天忙活的也是这事吧 是 你们公司上的还有创业方面的事 爸不懂 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只要是你们想好的 就放开手脚大胆去做 家里这边还有你妈这边有办法 网上说的那些你别在意 放心 放心 没想到你拍照的技术还可以啊 以前都没发现 行 就这些按之前说的发 是吧 韩总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呀 这些照片发出去 李初遥 他会恨你的 我就是让他恨我的呀 他要不恨我的话 我不是成独角戏了吗 你真的是这么想了 你不要揣测我在想什么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 如果做不了的话 可以随时换人 对不起 现在就发 好 除了 连我都认不住感叹 精彩 但 黎初遥什么时候 又跟韩子墨复合了 这照片又是从哪儿来的 还能有谁呀 韩大少爷呗 韩子墨 他不是想搞李洛书吗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 韩子墨搞李洛书是因为吃醋 这醋也吃得太值钱了吧 这个韩大公子啊 回国搞了这么多事 绕了这么大一圈子 就为了这么个女人 瞧他那点出息 跟他爹比起来差远了 但他现在追到李初遥了 会不会对我们撤资啊 毕竟我们的竞争对手 可是他的小舅子 暂时先不会 这件事情啊 多半是他吵起来 这说明情敌还是情敌吧 不过 就算韩子墨不撤资 我们也要事实后 考虑下一步融资的事 你安排人做一件计划 我先放放风 那帖子还发吗 但是先不要发了 现在发反而分散注意力 你先把这事吵着再说 明白 你不在看啥呢 你不在看李总监呢 你看这李总监 平时不险上不漏水的 一上来就这么劲爆 这是我雷八卦 容姓最近那一次呀 你怎么看不出来呀 你忘了 图上这个叫什么来着 上次来给李总监 道歉的那个 李总监怎么说的 说他不是他男朋友 那你觉得 李总监真像网上说的那样 脚踏两只船 自成我混乱啊 说不定是炮灰和挡箭牌吧 那天李总监的反应 就挺奇怪的 可是这连照片都有了呀 都抱在一起了 还能是假的 是啊 李总监 还真是 你们是闲的是吧 上班时间有空 在这儿搅拾根 我 我是来接水的 初遥 你跟韩子墨的照片 到底怎么回事 连你都看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会是又跟韩子墨 在一起了吧 没什么 初遥 我现在不是 以上私的身份在问你 是出于朋友的关心 放心吧 我不会影响到工作的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就不勉强你了 这样吧 我找人把这些消息 都押下来了 不用了 你押得了一个 押得了全部吗 初遥 现在已经不是 你个人的问题 还牵扯到初心 我们作为投资公司 对投资项目 负有管理的责任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吧 对不起啊 沈总 因为我又给公司添麻烦了 先不说这些了 你也别多想 洛书 你冷静点 这网友都是看读说话 他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别往心里去 就是 骂我们虚假营销那些 我已经在想办法解决了 咱们又不是做测谎仪的 这都是他们自发玩的 当然有的像有的不像 再说了 咱们那哪能算虚假营销啊 对不对 别在意 我去趟农天 我陪你一块儿去 又更新了 还能发短视频 哈喽 大家好 是朋友告诉我的 说我上了热门 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黎初遥呢 是我女朋友 她和李洛书是姐弟 我帮弟弟拍视频做宣传 这有错吗 没想到就被大家这么误会了 我希望大家今后呢 不要再恶意中伤他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希望被打扰 能够给我们多一些私人空间 好吗 好希望 李总监门口有人找你 你来来 saja呢 我来给你送下午茶 那个 各位 那个 前段时间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 对初遥不好的言论 我这次来呢 是想告诉大家 那些呢都不是真的 我呢 才是离初遥的男朋友 以后呢 千万不要因为那些言论 而误会初遥 好吧 怎么会呢 不会的 不会的 那就行 还有呢就是 初遥呢平常有什么事呢 都憋在心里 有委屈也不说 你们都是初遥的同事 同事也是好朋友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呢 也希望你们能够 都帮她解释解释 定了 放心 那我就替初遥 谢谢你们了 吃完了吗 走吧 你不让我办吧 走啊 好 那这些你们就分着吃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小孩走 谢谢小孩走 还有 老大的 天哪 你们再来 看你 有什么事啊 你鞋子 你看她 你看她 我还不这样 其爱 你 representa 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啊 以后再解释 你去哪儿 我去找他 我劝你现在还是不要见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现在见他反而对他不好 我刚下楼的时候 看到大厅里边有几个 好像是主播的人 他们应该是在等着 报告什么八卦吧 我觉得上影说得对了 万一再被拍到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那他们更得借地爬回来 我约了采访 你明天还是接受一下吧 一次性把事情解释清楚 那帮看客们发现 没有什么八卦可以继续聊的 自然就会散了 但是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再给他们 任何谈资 以及可以翻转的机会 况且现在 也不是你们俩关系的问题 九十九十再这么下去 初心也会受到影响 你也看到了 现在有很多人正在谈论 乐活的检测室造假 加上安全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我们不能让舆论 再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他今天还好吗 公司现在风言风语太多 我怕听多了 如果不开心就让他先走了 这样吧 我接上他吧 简直到那边 黑黑人 定格你笑脸 若不知我的心愿 结局如何改变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清楚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清楚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温柔生命 流水的匆匆 是音乐过彩虹 你是一抹春风 吹散我都感动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要我一起守护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初步 该何去何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